寒蝉和灵龟 世人都说 彭祖活了八百岁 是人间最长寿的了 好长寿啊 人瑞 但有一种小虫叫做昭骏 招生而目死 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 另外有一种虫叫寒蝉 春生而吓死 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四季 可是楚国南方的海上 有一只巨大的灵龟 五百年对它只是一个春季 五百年对它只是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春术 八千年对于它只是一个春季 八千年只是一个秋季 昭骏和寒蝉 叫做小年 灵龟和春树 叫做大年 小年是不会了解大年的 我八百岁 我一万两千岁 我两万岁 彭祖对于灵龟和春树来说 不也是小年吗 世人把彭祖认为是长寿 不也就是小年的悲哀吗 我估计判的 我估计我 我估计我